哈喽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小斐 今年不到30岁 我呢 在北京有车有房 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以说呀 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一个男朋友 不过今天呢 婚介公司给我介绍了几个相亲的对象 这会儿应该马上就到了 我希望今天我可以相亲成功 大家祝福我吧好不好 加油 张小斐 是我 坐坐坐 你是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郭 全眠郭包肉 今年26 要啥啥没有 吃啥啥没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那个 锅包肉先生 我们要不要先点点东西 那多不好意思 让你破费了 那个服务员 你好 两位 请问喝点什么 给我来一个卡布奇诺 什么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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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萝卜呀 不是 你们说什么萝卜吗 哦 我说的是卡布奇诺 是咖啡 咖啡啊 这名字起得挺怪 我还以为动画片 你要不要看个菜单啊 没事 我不看菜单 我心里有菜单 服务员 给我来个杀猪菜 多放粉条味血糖啊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是咖啡厅 没有您说的杀猪菜 啥意思 瞧不起我们 不是 以为他给不进钱是吧 先生先生 您别误会啊 我们这是咖啡厅 只有咖啡 要不给你也来一样咖啡 咖啡上你这喝啥咖啡啊 那我在家天天喝咖啡 上你这喝啥咖啡啊 这都自带的 这怎么没有用呢 上你这喝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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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这样 您要想吃杀猪菜 我去隔壁餐馆帮您买 您别这样吓跑我的客人了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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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带我的我不吃 慢呀 请别吃饭就点一个菜啊 哈哈哈哈 点吧点吧 杀猪菜记下们 哦 记下了 葱爆羊肉 不要葱 光药肉 小鸡炖蘑菇 不要蘑菇 还是肉 木须肉 不要木耳和鸡蛋 果然是一个有智慧的女孩啊 按照您点菜的口味 您要不要再多加一道菜 锅包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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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菜对于我来说有点太残忍了 那确实 您稍等 干啥去 回来 过来 过来 脑袋瓜子这么木呢 啊 你的菜点完了 是不是得点主食啊 先生主食要什么 四碗米饭 呃 不用那么多 我要一碗就够了 五碗米饭 郭爆肉先生啊 我冒昧的问一下 你今天是来相亲的 还是来吃饭的 这话让你说的 当然是来吃饭的了 走走走走走 啥意思啊 看不上我不爱跟我吃饭呢 我跟你说我还不爱跟你吃饭呢 跟你吃饭憋一肚子气 服务员 那几个菜给我打包啊 哎 哎呦 哎呦 天哪 什么人呢 这是 喂 婚戒公司吗 哎 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什么人呢 跑我这蹭饭来了 对 我都喜欢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点那种 就是阳光一点的健康一点的好吗 谢谢 张飘飞是吧 你好 是我 你是 我是极具富有运动天赋的少年 人送外号 跑男 哇 那看来你是挺喜欢跑步是吧 没错 可以这么说 我呀 对于跑步很小 就特别有天赋 在我六年级的时候 参加了学校三年级女子组200米的比赛 获得了第三名 除二的时候 参加了镇里西洋红杯中老年100米的比赛 获得了第四名 那看来你还真是挺有天赋的 必须的 那个 坐吧 我呀 对于跑步是密不可分 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我不跑步 就会死 那个 这个先生 我问一下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也就是说 你平时是用什么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呢 我也是靠跑步来赚钱养家 秋收的时候 村长家种苹果 我到那帮忙 你是靠给村长收苹果挣钱 不是 等他们呢 把摘好的苹果放进袋子的时候 我扛起来就跑 别看我肩扛着50多斤苹果啊 但是依然是脚下胜风 跑的那叫一个快啊 四五十号人根本追不上我 然后你把抢来的苹果给卖了 靠这个赚钱 嗯 那才几个钱啊 我跑累了的时候啊 就会被他们逮到 按照惯例 他们就会揍我一顿 这个时候 钱就来了 你挺无耻啊 这怎么能叫无耻呢 这为我带来了无数的荣誉 还给你带来荣誉了 这么多年呢 我是我们村 短跑 长跑 折返跑 越野跑 摸呵跑 脑袋被砖头砸中了之后 头也不回 继续跑等一系列锦标赛 亚军 哎我天哪 不是你都这么无耻了 怎么还能得亚军呢 哎那冠军是谁啊 冠军是我爸 哈哈哈哈 这样啊 自从这个村子啊 我和我爸的带领虾 全村上下都热爱上了跑步 我打算参加 下一届的奥运会 哎呦我天哪 你准备用什么项目参加呀 跑步 拳击 因为啊 现在我的抗击打能力 完全的超越了我的跑步的能力 走走走走走走 你赶紧走 什么人呢 张小飞 张小飞 金牌注定与你无缘 哎呦我天 我真的是够了 喂 婚姐公司啊 你们知不知道给我找的这都是什么人呢 不是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一点靠谱的 对靠谱的 什么 演员 演员行啊 快点 张小飞吧 你好 你好是我 你说话 有狗仔队 那个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口罩拿下来让我看看你 口罩拿下来可以 但你能不能不要尖叫 好的 我没有尖叫 你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那能不能是你嗓子不好呢 你认不出我是谁吗 你仔细看看 认不出啊 不过就让人说了 你是个演员 叫补玉 哎呀 再怎么伪装 还是被你认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 坐 我问一下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中系 中系 好学校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阿山市海城县 纽红香系校简称中系 这么个中系啊 我对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好奇 我问一下 那你平时上学教什么 哎呀 那教的可多了 教住宿费 学杂费 不是不是 开业 我是问呢 你们平时这个上课都教什么课 那肯定是实打实的表演课呀 我给你讲一讲啊 我记得上学时候有这么一场戏 我记得上学时候有这么一场戏 当你站在马路上 迎面使得一辆车你该怎么办 这样我动作分解给你看啊 首先车来了 你要靠向他 逼挺他 然后撞向他 撞倒他 接近他 哎呦天哪 对 那然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拿出你的道具 牙膏 挤在嘴里边 过渡出泡沫 哎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开始抽搐了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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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这样给你加了 那个 那接下来干点什么呢 提醒你一下啊 千万不要趴在发动机的 ferry 节站上 为什么 因为烫 哦 下面就可以谈钱了 哦 这就拍完了 对 也是啊 你演的是一个小节奏 没有几场戏 那可不是啊 这场戏够我吃半年的 这样啊 哎 那你们平时拍戏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的事情 危险肯定有 尤其是遇见女司机 万一把油门倒刹车了 全玩完了 但是女司机一般胆小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那你们这个工作这么危险 你们导演不给准备点什么 那种安全措施吗 哪有什么导演 我自己不就是导演吗 做生命里 自己的导演安全始终第一 这演得真好 那我再问一下 干你们演员这行 是不是年头越多 经验越丰富呢 我跟你说 我经验老多了 我这么说 三天三天讲不完 你教教我呗 这么跟你说吧 十万块钱以下的车不上 货车不能上 警车不敢上 动车组 不不不 为什么都不上呢 他们的刹车系统太太太不行了 我万一冲上去 我万一冲 江北 先不跟你聊了 有一辆兰博基尼 火来了 我 闹了吧 天 是个碰瓷了 我的天哪 我想找个男朋友 怎么那么难 该难啊 优优独播剧场—— !